我们都知道房屋是不动产 那么从不动产还可能变成动产吗? 今天的影片来了解一下什么是cash out 大家好,我是Sellie 人们通常认为房屋都是不动产 唯有把房子卖了才有现金在手上 实际上拥有房产也可以从房子中拿钱出来用 这个就是把不动产变成可动产 那么什么样的房屋才能cash out呢? 房屋净值是不动产变成可动产的前提条件 房屋净值其实就是指房产的价值减去房贷欠款 举例来说,如果一个房产价值50万 没有欠房贷 那么这个房产的净值就是50万 那么如果这个房产的价值是50万 而屋主欠了40万的房贷 那么该房产的净值就是10万 将房屋的净值提现是一种贷款的心事 大部分的银行会考虑贷款的比例 一般是房屋净值的75%到80% 举例来说,如果房产净值是50万的话 那么最高的贷款比率是80% 那最高贷款的额度就是40万 如果房产已经有40万的房贷 那么这已经是贷款的最高额度了 就无法做净值贷款的任何一种了 现在我们来谈谈 可以Cash out的房屋贷款有哪些种类 1.融资从贷 Cash out refinance mortgage 2.房屋净值贷款 Home equity loan 3.房屋净值信用额度 Home equity line of credit 4.反向贷款 Reverse mortgage 以上四种贷款都是可以将房屋提现的贷款方式 其中第四种是针对62岁以上的老人使用的一种贷款 而其他三种是没有年龄的限制 所有人都可以享用的 那么这三种贷款方式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举例来说 1.融资从贷 假设陈小姐几年前买了一处房产 那么现在的价值是50万 当时她的贷款利率是6% 现在陈小姐只有20万的贷款还没有还 她最近想趁着房贷的利率降低 重新办理贷款 把原来的高利率给降下来 同时她还想再借一笔钱 给孩子作为上大学的费用 鉴于这个目的 我们就会建议她采用 融资从贷 Refinish mortgage 融资从贷是从贷的一种 重新贷款就是民众希望 改变原来的贷款条件 比如说降低利率 缩短还款期限 于是办理一个重新贷款 融资从贷不仅可以实现 改变原来的贷款条件 同时还能多拿出一笔钱来用 办理融资从贷 新的贷款会把现有的房贷先付清 之后把剩余的贷款而兑现 因此我们来再看一下陈小姐的案例 陈小姐目前房屋还有20万的贷款 之前的贷款利率是6% 她想通过重新贷款 把利率降到目前的4.5% 如果她仅仅是这个目的 她只要办理一般的重新贷款20万 但她不仅要降低利率 还想从房屋中拿出10万元来 作为孩子的大学学费 这样她就可以办理融资从贷 一方面达到降低利率的目的 同时她把贷款额度提高到30万 先付清之前的20万贷款 拿出10万作为孩子大学经费 这样陈小姐通过融资的重贷达到两个目的 降低利率同时又能变现 取出部分的现金用于其他的用途 2.房屋净值贷款 有了之前陈小姐的例子 现在就很容易理解房屋净值贷款了 如果陈小姐她对自己目前的贷款条件很满意 她不想降低利率 也不想缩短还款的期限 只是单纯的想从房屋的净值里面中 拿出一笔钱来作为孩子的大学费用 那么她应该申请房屋净值贷款 这样她的房屋上面就会有两个贷款 一个是之前的贷款 那么第二个贷款就是房屋净值贷款 通过办理房屋的净值贷款 陈小姐就借出了10万元来用 3.房屋净值信用额度 这个也是一样用房屋的净值来申请 申请之后将获得信用额度 通常这个额度持续10年 在这个10年间可以按需求使用这个额度 欠多少还多少 还了钱之后额度就会恢复到最初 不过一旦到了信用额度的年限 将不能在每个月使用这笔钱 之后你就需要按月还贷 那么房屋净值贷款和融资从贷 在申请的手续上是一样的吗? 一般来说在贷款的机构 他们还是要审查您的收入、信用 和正常贷款的手续是一样的 也是有手续费的 但房屋净值贷款比较简单一点点 在大多数的情况下 房屋净值贷款是一个比较小的贷款金额 由于贷款的金额比较小 银行可能需要更少的步骤 比如说免去房子的全面评估 另外由于贷款的金额较小 费用会少一些 房屋净值贷款的利率 通常会比信用卡贷款 或个人贷款等高利率的借款较低 不管是选择哪一种贷款 您都是需要先考虑自己究竟需要多少钱 计划一下怎么样使用这笔钱 那么考虑的因素当然会包括了 利率、费用、美月的还款能力 还有缴税的优势等等 今天的影片就到此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下面留言或者跟我联络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 拜拜